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形大会COP28最后播放了一部很重要的纪录片 这纪录片叫解冻格林兰 这部纪录片播放不是给一般民众看 各国元首参加高峰会的元首都一起观看这个纪录片 多数的人看到格林兰现在融化的状况 比当时科学家的预期超过了七倍左右 他们感动也很伤感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格林兰冰川崩解的现场 一个你以为远在天边冲击却近在眼前的暖化见证者 当你站在几� Article没有 盖等よし吧 你会li到1950年词 当你站在海旋赛地盘 有一部红队变化 专融并距 altitude 运 FIR之高 这是一部ular iss三部门轉 guard民场 produced赛地で b Berlin兰 股却下着10000 milligram 东西 主东西 每一分鐘 每一天 每一年 那是平均的 那是很大量的數字 那是很大量的 我認為這就是 人們要理解的 數字是大量的 大量的力量 根據美國太空 及大氣總署的數據資料 格林蘭當下 熔冰速度相較於 研究初期已暴增7倍 進一步透過 模型推估 如果覆蓋在格林蘭上的冰蓋 完全融化 其融冰量將使全球海平面 上升7.4公尺 那是一個你我從未想像過的數字 這是一步同時 記錄當下 也深刻探討地球未來的影片 發起計劃的歐萊德執行長 葛旺平 親自率領團隊 前往格林蘭當地 訪問專家學者 政府官員及當地民眾 時間是2021年8月 北極冰蓋 剛迎來史上首次大雨的隔年夏天 他們用一支影片 串聯起南北半球相隔1萬公里的 格林蘭和馬少爾群島 因為極端氣候 不只打亂了格林蘭人 原本的生活節奏 更為太平洋島國馬少爾 帶來艱難處境 這個地方的飛機場 我來看到我嚇一跳 因為你看這裡 不是柏油路的機場 剛降落的時候 其實有些海水鬥機打上來了 寢蝕它的海岸線非常嚴重 我們剛剛沿路看到很多的樹 鬥機往海岸邊那邊倒下去了 潮汐的時候 這條飛機跑道就不見了 就到海底下去了 造成他們生活居民上的影響 非常的大 可以找到任何方法 避免海洋海洋 像我們在那裡 我們帶了沙漿 架,架,沙漿 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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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 架架 架架架 架架架架架架 架架架架架 架架架架 沒有錢 但我認為它會不會 我的年代 可能 接下來的年代 誰在政府 會決定 哪些島架架 你會安全 哪些島架架 你會去哪些島 因為你不可以 建造海洋海洋 整個島 這天 馬少爾的孩子 拿起標示 自告奮勇地 向樹頂爬去 沒有人告訴他 那是格陵蘭兵榮後 海平面的高度 7.4公尺 一個令人心碎的數字 在馬少爾說 那是人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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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 變成人 為何要移動 為何要移動去 海洋海洋 他們沒有解決 我們在馬少爾 不太簡單 只是 離開你的地 當這部紀錄片 在Cope28 最後談判日播放時 與會的馬少爾群島 天然資源 暨商務部長 累撒當場 我的聲音 是凍彈 我嘴巴 凍彈 我的眼睛 是因為 這個故事 我們失去 是 我們的家 和健康 我們 身處於 這不僅僅是格林蘭或馬少爾的故事 佔全球人口超過40%的沿海城市 都無法迴避格林蘭冰戎後 海平面將上升7.4公尺的事實 當這個世界如瘋狂麥斯般 不斷刷新碳排量 並迎來一個又一個氣溫創新高的年份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世界不會結束 如果我們變成了氣候變化 它會變成一個新的情況 但我們不會全都死 而地球不會結束 它會變成另一種 因為拯救馬少爾就是拯救我們自己 当一个排碳量仅占全球0.007%的低海拔国家 率先端出全球第一份国家适应计划 台湾还在为能源政策炒得不可开交 一个真实的生存故事 希望点醒权力下的人们不能再忽视大地的警讯 浩劫重生从来不只是电影情节 尤其同为岛国的我们和马绍尔 其实是生命共同体